继续来关心台湾现在进入的是枯水期 而拥有十门水库的桃园市 市长也特别是前往来视察 目前掌握水情还算正常 并不影响到农业用水 不因应疫情影响 水库管理单位也要采取分流分区的作业 率领市府团队视察十门水库蓄水状况 四月枯水期加上疫情影响 民众用水状况增加 郑文灿关心大桃园供水 亲自了解水库水情 目前采叶间减压等方式减水下 民众用水都算正常 当然目前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勤洗手 所以有些减水措施 确实这个解除很多 不过这一次北水局 特别透过智慧供水的调节 包括这个农业灌溉减少 包括其他的方式 我们的用水量大概减少了百分之十左右 所以应该在目前防疫的期间所需要的用水没有问题 除了了解石门水库水情外 阿姆平防淤水稻工程也如火如荼进行 对于提供充足的水源非常重要 同时总经费二三亿四千多万元的大科凯溪水 与绿休闲园区计划获得行政院同意 未来将建顾防洪以及水资源发展 那这个工程对于提案安全 交通输运 或者是整个水域跟这个路域空间的行程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应疫情影响 目前石门水库管理单位都采分流分区作业 确保各项供水设施正常 稳定民生产业以及防疫用水 记者综合报道